他认为说你想要偷藏步的没有可能 你就把这些东西的过程给他们 我看过很多我发现到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不懂得这些师傅 这些大师们都不懂得所谓的系统教学 因为他没有想要教学 他也不是系统学习来的 至于说他这个系统学习跟系统教学 这个中间怎么转化 是他自己脑子里在转化 否则他不可能18岁就雕出那个东西来的 他应该是找跟着的师傅学雕佛像 雕达摩雕阿弥陀佛 雕这些东西观世音符 他除此之外他不会有突破 会想要雕这些题材之外的东西 因为那个很废工 他下了班之后 下了工之后自己在家里面在那边雕 自己买木头自己在那里雕 他上班还是去雕佛像 台湾另外有一个人也是这样 以前是雕佛像出身的 后来出了大名 他的师兄师弟们都对他很不服气 觉得怎么怎么样 那个时候这个题外话 那是义谈的意思 我们不谈 我们只谈系统学习跟系统教学 我刚刚讲的特别强调 所谓的国宝 所谓的民邻 不见得是那一项技艺的沉船者 沉船者必须要注入心血 也就是他必须要交会一个新的年轻人 而那个年轻人懂得科学的方式 就是系统教学跟系统学习 这个例子非常的多 各位我讲完之后 你不妨去印证一下 你看过多少出京剧 你看过多少出其他的地方戏曲 你能不能唱 比如说歌仔戏 到底有几个调 有齐里亚 有独马调 有什么调 你到底歌仔戏里面有几个调 恐怕看了几百遍歌仔戏的人 也讲不出来 到底他唱的什么 就算你会跟着唱 这个到底是什么调 你也不知道 而且还有新编的戏曲的时候 他怎么去运用这些调 这些调的音乐系是什么 没有人系统介绍过 所以不管是野台什么 包括那些上了国家纪念的人 没有人去解释 你要到市面上去买这个书 可能也没有 所以也就是地方戏曲 遭不到生的原因 只要稍微有点脑筋的人 你就知道 如果说今天 今天那个家长 如果说他是有自治 不是想把孩子 推到那个学校去之后 受到公费的滋养之后 他就可以减少他的食指 好凡的问题的话 那不是追求艺术 应该是有兴趣 对艺术的兴趣的人才进入 我们今天很简单 今天你在市面上 你在图图图图图 你也找不到一本说 歌仔系 那个曲谱大全 你也找不到 京剧曲谱大全 没有 其他地方系统谱 更就没有了 既然没有的话 就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东西 他是一个像太岁那样的 一个变形的一个玩意儿 他没有办法归纳 其实没有办法归纳的是 是外围的 就是心边的那些东西 其实他有他的核心在 这个核心 比如说湖南的花骨系 他们就有什么调 什么调 那我们看一出花骨系 觉得很活泼很生动 那他也就是用那些调 配套池 黄梅系也是这样子 各种地方系统都是这样 至于说 真的要把这一项的曲艺 把它规格化 把它系统化 就是要把那些东西归纳起来 让你要会吹的人 会演奏的人 可以看到这个 让他产生 产生一种感动 那一般人感动是词 因为他唱的那个词 让人感动 还有表演 让人感动 而很早然会去往里面的 深入的音乐性 旋律性 下面去 去注意 所以这就是那些地方系统 会逐渐的 逐渐的这个消亡的原因 所在 就是因为他没有所谓的 系统学习 跟系统教学的概念 以上我说的 那么多多想 谢谢